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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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修的道跟所证的果 唯一是怎么样 要怎么样理解这件事情呢 首先是唯一发心 首先入道之时 它是唯一发起菩提心的 重点就是在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的对象 唯一只为了 一切有情众生的利益而发心 为了有情利益众生 为了利益有情众生而发心 所行持的道 唯一就是为众生而做的 累积资粮之事 而最后所成就的 就是寻此道而成就的唯一佛果 这个就是种种的唯一 那么这样子的唯一佛果 它在诸佛的智慧界当中 也是完全平等唯一的 就是唯一本性 也就是所谓今天所讲的 诸佛 一切诸佛在智慧界中 都是平等的 都是一的这个道理 因为这个唯一的 究竟的意义 所以称之为如来 那么如来的意涵 应当要从 有法跟法性 二者无别的角度来加以认识 所谓的有法 在此指的是轮回 法性指的是性空 那空要怎么理解呢 空要从 人我的差别并不存在 也就是自他不二去了解 要了解究竟法性 就必须要从自他不二的究竟意义去了解 才能够称得上通达法性的 最终要晓得的是 有法与法性的无有差别 这些人的 在这就会说 那你对其他人的 对其他人是 对谁说到 这一事得了解 三人是 第一时间 也有最终要 第三时间 第三岸 第二时间 会召唤 爱 有再次發生的關係 這些關係有些在採訪, 這些關係有些 互相反而來 有些人是在採訪 這些關係有些需要 這些關係有些關係 在刺激和啟動的關係 這些關係有些問題 他們代表的關係 在這個關係 他們會說 打算這樣 在這個關係 東西 是啊 這些 這些 所以以上是如来 接下来是俄罗汉 俄罗汉的意思为杀敌 杀害怨敌的意思或者是战胜怨敌 怨敌就是对手或者是仇敌 那么修这个普八金刚石修法的人 就会晓得何谓怨敌 在普八金刚法门当中提到 要战胜的是四魔 四魔包括了对自身身躯的 执着的五欲魔 内心生起烦恼的烦恼魔 然后再来就是贪着三有妙欲的天子魔 以及恐惧 由于自他对立 二取向的关系升起恐惧心 升起恐不祥的四诸魔 要战胜这四魔 这个道理跟俄罗汉所讲的 要战胜怨敌或者是要歼灭怨敌 是同一个意思 以战胜四魔来说 透过本尊升起次第 例如普八金刚法门的升起次第 主要战胜的是五欲魔 烦恼魔则透过通达智慧 加以转化而加以降服 而天子魔的降服方式 则是了解到三有的乐 毕竟是不长存的 所以不贪求三有乐 能够通向就近圣意的大乐 以此来降服战胜天子魔 而了知内心本性如来藏 不生不灭的自信 所以不会从自他分别 不会从生死变异当中感到口拒 如此战胜四诸魔 所以按照这个战胜四魔的道理 我们因为具足智慧 所以能够从烦恼当中解脱 而解脱烦恼就是俄罗汉的字面的意思 也就是降服 降服魔杖 降服怨底 佛陀称之为俄罗汉的原因在此 那么我们透过实修追随佛陀 最主要就是因为能够降服烦恼 所以成为佛陀的追随者 并且能够走向相互烦恼的这一条路 在无常见习 你帮到的障碍 你这个马尔化堂的帮人 去到的情话 你这个情话 我这个情话 叫东华语情话 经济语情话 你找到了 演讲 这最乱的方向 他跟他跟他们一起 在一起 你计划的 有时候 他就会对一个人 他知名说 这是我这种的情话 而是 这就像 这种会 一种人 这种情话 是 所以現在這名物也會講 他們也會講 這麼像都是 Postgres的 事情是放在哪裡 他們也說 他們都會講 是他們的 他們都會講 是他們會講 但是他們會講 他們就講 他們會講 他們會講 他若擔心就是他的感情 而差 и判断在内 是现在也是 Willy Willy 城市城寺院 是FS 你现在去甩团 穿外郎 把猕 Москв 他们 Member 呲 在免账在党还是当年他们觉得 在党时中的党时 läuft或是放的 还让我做了 你操约地在那儿 我还能为他们做了 你会把任何人所打 因为这些案例免 Wahun Buchung Wahun Buchung 接下来是正等正觉 在这边所讲的正等正觉 佛陀就是编证 佛陀的断正 功德 也就是断除一切所断 具足一切所证的功德 所谓的断除一切所断的 所断指的是什么呢 包括了无名二取向 这些都是佛陀已经完全灭尽 完全断除的 因为佛陀完全灭尽 断除了二取无名 所以他具足圆满的智慧 也就是如所有知跟尽所有知 由于具足如所有知的缘故 所以他能够通达三有三界轮回 一切法都是空的 由于具足尽所有知的功德 所以佛陀能够如实照见 在世俗规律当中 因果业力和母 以及缘起性是如何运作的 因此我们称他叫做正能正觉圆满的佛陀 完全清净了二取 清净了无名 这个是佛陀近觉 或者是广学当中清净的意思 然后他的一切的智慧的功德得以增长 之所以智慧的功德得以增长 指的是因为二取向的无名完全进化了 自然的就会展开正物的智慧 那么当然这当中有很多的教证跟理证可以引用 但是我们在此处去谈 主要就是说 就像是种子在条件具足的时候 它自然会开出花朵一样 所以进除了一切所断以后 自然所证的智慧功德就会开广 再接下来讲到如神居大象 这个批语在我们的小学心里面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真的是充满疑惑 为什么说佛是像马一样像大象一样 那时候不太晓得这些道理 但是后来就是很多其实很多八观摘阶的修行者 也都有这个经验 念到这一段的时候应该充满疑惑的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透过外在的辟语 来令我们产生体会的方式 此处所说的神居是转轮圣王所骑称的马居 那么转轮圣王非常爱护这样子的动物 那么相对的这一批神居呢 他也能够使不顾自己的性命去护卫转轮圣王 神居的护卫转轮圣王的批语说明的就是 佛陀他完全放下自立的领求 一心承担立他的功德 所以称之为犹如神居 所以如果能够了解神居这一件 这个批语团的真实意义的话 对我们去理解佛陀功德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我们来说的 愿 login 由于总会前进入设计后 反正设计后, 上市经浓板上来进入设计后 对于ase, 于平均 美满的设计, 从 стен下来设计呢, 是谈设计所已行的 就像是最高的时期是 所谓的 在这一步 我家人有一大排 一大排 我们是 他们在吃饭 刚才都是 当时这些 这些 当时这些公司的 是在日本的 法律家国人的 英国人的 中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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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抱歉 有些人阅读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传记 会有这样子的疑惑或是评论 说佛陀他没有悲心 他没有爱 他不爱自己的妻子跟孩子 所以他舍俗出家 舍弃了自己的王位 实际上应当了解 佛陀当时作为一个储君 一个王子 他真正是不贪着王位的原因 是为了要承办更大的意义 也就是说在当时 印度有许多的王国 有很多的国王跟王子 但如今这些人一个也不剩 并没有人还活到现在 他们甚至有的连名称都已经不存在于世了 假使他当时继续的担作王位 他就没有办法承办更大的利益 所以他为了有情众生的缘故 舍下了自己的自立的追求 为了能够饶意在轮回当中 受到轮回世俗向所束缚的一切 等虚空的慈母有情众生 愿他们能够得到安乐远离痛苦 所以他怀着大悲心 怀着大爱 而饶意有情众生 这就是为什么他必须要舍苏 出家的原因 当初就是有这么一份为了众生的大悲心跟大爱心 所以才成就了我们今日所知道的本事事项目的 当然他的功德 以身的功德来讲 现在我们没办法见到他的色身 但是当我们意念他的时候 他的心的加持仍然能够令我们感受到他的功德 这个功德的来源 令我们能够感到他内心功德的来源 就是他当时的这个所发起的广大的悲心 广大的爱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误以为 佛陀就是一种慈心割爱的行为 是缺乏爱心的 缺乏念惜的 可是并不是这个样子 这只是一种迷乱思想的说法而已 他正是因为完全舍掉了自立的追求 所以才会舍弃王位而出家的 假使他当初不做这件事情 不舍弃王位的话 就不可能成就佛国了 就像是过去当尼泊尔的国王 想要引寝志泽密勒日巴去尼泊尔 当国师应供的时候 志泽密勒日巴的回答就是 国王是他在做 但是真正佛法的王位 内心的王位 是我在掌管的 所以从这个道理可以了解 两者数亲数众 他的功德利益又在何处 真正佛法的未有的 然后在们 都会在他们的 这种 圣经的 圣经的 他们在 这种 这种 我们 仍然 銀唯人員在這邊說 像接著就是 iga大地那個 stopped 所以 這樣 生死了 呀 這些 有是 有 有 在 我們 睡 初步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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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 此外又提到了佛陀是放下包袱 这个放下包袱的意思就是舍弃了重担 或者说他可以承担众生的苦 并且完全摆脱了一切轮回苦的逼迫 接下来又说他是在四十一页的道书第二行提到了极正五本性 极正五本性本来的意思就是随得自立 就是他承办自立 也就是佛陀要完全证悟的功德 这个大力已经完全承办了 由于随得自立的缘故 所以他能够在轮回未空之际 不断的饶依其他友情众生 行持立身事业 他前提是随得自立 已经得到了自立的圆满 所以能够不断的立他 那么再接下来呢 佛陀具足圆满的功德 随他所说的正法 就是从世俗的真理跟圣意的真理两个方面来理解 为了要能够随学佛陀所说的圣法而了无圣意地的教法 所以我们在此接受长进律仪 就是菩萨律仪 那昨天也提到了长进的长 就是长养善跟功德 然后进的甚至进化罪业跟不善业的 为了这样子的最终证悟的目的 所以我们受持如此的摘戒 此外摘戒在此应该要理解是 具有时间线跟时效性的戒律 所以时效性指的是 他专位佛陀专位不能够长期持戒的 在家众所做的开许 而他的时效性指的是 比方说只能够持一天两天 或者是以月为单位 以年为单位来持戒 这当然在密宗里面 他也被算在苦行的知分修法里面 但这此处我们不去多谈 总而言之 他是针对着平时在长期持戒而言 至爱难行 做不到的这些人的特殊开许 比方说有些人 他在具体条件上不能够长期持戒 或者他是病患 所以就有了这样子的特殊 时效较短的戒律 这是一种开许 我们应该来想得到 对 在这些人的特殊 比人家里 这几个人比人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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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斋戒的功德的意义 有几种方面的殊胜性 第一个是从时间上来说的 第二个是从环境上来说的 从时间上来说的话 比方说在佛陀的教法非常圆满的时代 以广大的供养来供养诸佛所得到的功德 不如在末世 无浊恶世当中 受持归一戒或者是短暂的斋戒所得的功德 这个是从时间而言的功德利益广大 再来是从环境而言的功德利益广大 也就是说在清静岔土当中 长时间的经节修行 所得的善根跟在不清静的岔土 比方说像我们所处的不清静岔土 这样的环境当中 与岔土之间修持一分的斋戒的功德 两者的功德是后者为殊胜的 所以它是有在时间上面更加殊胜 在环境方面更加殊胜的特点 那这些人才会在宗教的上 最后会有个人的变化 在这些人的变化 在这些人身边上的自由 在这些人的变化 在环境上关系的、在某种 在这些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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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的变化 几乎 那兩隻腳盯有落地是一種活划的 佔有 remed Кто說的 一定達成的 úng不是 沒有辦法通來接下來 群 vivo 這裡像中 Heart 就知道他們ul長的 那樣的資產 是 拿來 啊 把 然後 你 等 Você 自己叫做生鮮叫做生鮮叫 tom 不只是接著 卻 啦 啦啦啦 resultedtill 5個人 좀啦啦在 som 但是我們主導的主導人才會想出來 你嗎,我沒有。 我們是給我們社會的主導人也會想出來 一些主導人這麼想說, 如果中國的主導人還會想出來 我們是他們的主導人 我們想想把這些主導人的主導人 把 promotedろ反映的 是,嫁給眼 Priyo 可以 guidance,但有在要拿套 然后,如果你轻松一点 对,你家打给奶 就知道这边 所以,您都在儿 вол儿 acements,你中共 gospel 当门就是 如果堂上官是所存的 有每個部位都是 事件在抗亚时却中伤工作 были 西咖 drkougou'ree 俊�이야 鷲鷲鷲鷲 интер rkougou ére 鷲鷲赫니ywt of sater rkougouywe 一杯鉄道都可欲 洋有名剹性策竊 百婚 去 Marty 崙 нуться 来 在等待一次其實最終叫做一些 這些暫時都遷到你 那麼想的無話 原來的長者並做一些 那些會判斧是 其實結構那個已經 那些都寫過了 很多人都會射過 所以,如果能够晓得到 而晓得灾界有如此的功德利益的话 我们就能避免许多烦恼的影响 比方说,在这个事业上有很多权势十分显赫的人 他们的影响力可能如同转轮胜王一样 但是由于缺乏对英国业力的相关认识 所以他们可能认为这一切都是来自于自己的能力所导致的 所以他们的傲慢心越来越强 他们的烦恼越来越多 对于此生的世俗的快乐就越来越贪着 越来越受到烦恼所束缚 相对于他们 加持能够在这个时代 哪怕只是受斋戒的一分戒 所得到以菩提心设持而受持的一分斋戒 他能得到的果报都是远远胜过这些非常显赫的世俗人的 比方说以战时的功德而言将来能够转胜在冷天善去当中 并且能够断绝通往三恶道之门 能够关闭三恶道之门 这是战时的功德礼仪 那么由于受持八关斋戒 意念佛头的功德 随念正法的功德的缘故 所以究竟而言持守八关斋戒所得善根能够成为究竟正的佛果之因 这是长远的功德 所以懂得这样子的持戒功德以后 就能够以此而累积许多的福德 而所累积的福德将于生生世世与我们心意不离的 我们的心不断的流转 所造的福德也会不断的跟随着我们的 我们所从事的这一切就是基于慈爱心 以及六度波罗密度的心智 所以得到的福德是极其广大的 即便看起来表面上它是一个小小的善 小小的福德 但是实际上也是能够成就广大的福德的 而且即便在表面上看起来微小的善 也应当积极地去从事 去积聚的 就像是法孙撒加巴 就是撒加班巨大 他曾经说过 即使是些微的心火般的福德 也应当要累积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人 不管是从世间法规 或出世间的宗教的角度来讲 他们有不同的所谓成功人士 有些人他们的成功是自然而然的随到取成 他不需要太费劲 就能够做到把事情做得非常圆满 但是有些人他拼尽了自己的力量 最终还是不能够如自己所愿 其中的差别就是他们过去所造的业 就是他们是否永有福德 有无福德的差距就好像是 太阳的光以及微小的蜡烛 或者是油灯的光之间的差别 那么假使说一个人在培植善根的时候 他所着眼的仅仅是今生的自立 那么能够承办的善根福德 也就是小小的如同灯火般的善根福德而已 但是如果他所思维的不仅是自己的利益 而着眼于所有众生的利益的话 他能够承办的福德善根就极其广大了 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在诸佛菩萨他们过去 在学道时人是广大发愿不断请具福德的道理 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佛陀他们所承办的福德是无有穷尽的 我们为了要能够承办佛国也应当累积无有穷尽的福德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那这一次受持了摘戒以后 大家日后也应当要希望大家能够注重摘戒 比方说今天不管你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什么的工作 你仍然是可以受持摘戒而去做这些事情的 当然就是将皈依发菩提心跟摘戒 结合起来融入到自己的修持当中 例如上午起来可以先做皈依跟发行 然后受持摘戒再去从事其他的行为 当然我们不是随时都有条件 跟着出家僧众一起受持比较长时间的断食八关载戒 但是透过自受以轨的方式 也可以由戒本早上自己先受了戒 然后再去从事其他的行为 这样子的话是能够对自己有非常大的利益 能够广直善根跟福德的 所以在此特别呼吁大家重视这一个斋戒们 这件事情能够记在心上 他继续地讲 然后把这种食物krym发生了一种性格的 它的原理也是 脂肪品키 adventure 的东西 这种在面前的 他的脸上 拿给大家发生的 把这种食物 在里面表现 一种んです 这种啊 然后 这种 是 这种 这种 这样的 无论 但是 every school at home and every school at home and every school at home and so on and so on 所以用保险该父上多数人来 Truck loca Maxim 最高的 受到 England, gain酷 Reform 就回到一个橋名了 她也在уки上 我使 Kalau父母摆育 这一帮我认鸡 这个器材 这个刺牌 我们三个人在家里,我们来一下。 他们在跟一样的演员里面, 有两个人的但内地, 有两个人的好人。 我们的其他人装个人 打争好。 当然我这肥背听着像高烵的 darle algunTransit 然后爹乔乔干扰 甚么我说不定 这钥匙子 然后写着 这里的等 sich DE等该 seated 此外 还有一件事情 要跟大家多做说明的 也就是 不管 在表面上所行着的 善根大小为何 具足戒律的情况之下 受戒跟不具行持善根 跟不受持戒律去做同样的善根 两者所得的结果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就像是杰尊仁不介 他在《大圣摘戒功德》里面所讲到的 他用了一个批语说 这是佛经的批语里面讲到了 如果今天有人用充满如同大海般的灯油 里面插着一个如同须弥山大的灯心 以此来供养诸佛所得的善根 但是这个人他本身是没有戒律的 这样子去做供佛的功德 跟一个具有戒律的人 他只是用一滴的灯油 然后他所用的灯心是细如 针尖般的灯心 供佛的功德 那么具有戒律的这个人 所做的这个非常小的灯的供养 所得到佛的善根完全超越了前一个 没有戒律但是去做广大善根的这个人 两者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所以诸位应当要重视受戒 而形成善法培之福德的意义所在 比方说我们做任何一件善法 一开始要着重归一跟法国的心 中间的努力的专注行持 所做的善根最后将所得的善根做回向发运 在这过程当中 假设是具足戒律的情况之下 去受持的话 能够得到非常广大的利益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在的受持摘戒 长长的受持摘戒 用这样的方法来做佛法的实践 那么当然相关的功德利益 在像真空悲光这一本讲记里面有收录 然后本作他所写的大神摘戒功德里面 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就不需要我在这边口若寻和的说 而大家可以看 因为他本来就有中文的一本 大家可以透过阅读了解八幻摘戒 他的功德利益 像我这样的人 就是透过阅读这一篇大神摘戒功德 获得了 获益两多的 会得到了很多的启发跟体验 所以 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这一点 好好的这样子去修持 然后应该要了解的 即便今天只是四个人 一起四个 所谓生戒 所谓生戒指的就是 信受佛化的修行者 那么 只要有四个人聚集在一起 就可以成为一个 一个向善的僧团 应该要了解这样子的道理 就是有着这样子的自信 想说自己是生戒的一份子 然后去修持善法 这是很重要的 像我这样的人 可以透过 国家跟人民之间的关系 利益 来了解这一点 比方说 在一个 在一个国家当中 作为公民 或者作为国民的身份 那他取得了这样子的国民 公民的身份 他在这个国家就可以享有权利 享有自由 首先呢 这个条件就是 他先取得了这样子的权 先取得了身份以后 他有了相应的权利 就像这个道理一样 我们作为佛教徒 从受归一戒起 就取得了佛教徒的身份 那么就有了身权的权利 跟他的功德 所以应该要想得 这当中的功德利益何在 像我这样的人的话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戒律的重要性 就已经足够了 希望大家也能够提及 对戒律的重视 随自己的力量 能够受一分戒 或者是受多分戒 就尽可能地去做 稍微 就是常常去思想 思考 到底 收一分戒有何等的功德利益 收多分戒有何等的功德利益 然后按照自己的情况 去做实践 这样子的话 应当是非常有益的 最后 上午的开示到这边 告一个段落 即将功德利益 认识台湾燃灯功德会 本会 以宣扬佛陀燃灯功德为宗旨 意在激发众生的菩提心 佛陀的正法 宛如一盏带给众生温暖的明灯 除了推广点灯 供灯 并凝聚人人燃灯的一面善缘 唤起人们心灵深处的那份光明 功德会 主要以推广点灯 供灯 提供社会大众一处燃心灯发善愿的平台 成立至今 国际百万菩提心灯 海内外供点 3676万 7314盏 国际佛前供水 海内外供 1803万 2215杯 希望 借由燃灯供佛的善心 善行 善行 善德 普为天下生命 燃起慈悲 真理 平等无争的光明 此外 为了培育传递正法之巨的优秀僧且青年 本会以积极护持国内外各大佛教学府 无论南传 汉传 藏传等各语系正信佛教学院 皆为本会护持之对象 同时 在社福方面 本会将投入国内偏远地区学统的教学基金及生活资助 以及海外急难救助 如2015年的尼泊尔震灾 本会皆积极投入救援 让慈悲的信念 无远伏借地触及全世界 而为改善国内街友及贫护生活 本会并向各地素食餐厅购买餐盒 或在国内各地成立随缘素食餐厅 免费供应饮食 爱心素食免费便当 自104年1月1日起至110年4月30日中午指 海内外免费结缘 173万3488份便当 宣导吃素的意义 传扬人间慈爱温暖 此外 还有辅导皆有就业重新适应社会 近年来也加入慈悲关怀老人 老入病苦关怀 亲至安养院或老人之家 担任志工服务 自105年6月16日起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指 海内外共1889场 下午9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韦镇新南里 逐围六十之三号 里斯特交友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每日上午8点半 抖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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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9月19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韦镇新南里 逐围六十之三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抖南火车站前备有接火车 黑鱼的母爱 张先生因盲长言而开刀住院 许多亲戚朋友们都到医院来探望他 他的妹妹还带了黑鱼汤 想帮他补补身子 真是不好意思 只是个小手术罢了 你们何必这么劳师动众的啊 你肚子上挨了一刀 来看看你也是应该的啊 是啊 你现在可要好好调养身体 多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 这样才能尽快康复啊 嗯 哥 你感觉好点了吗 嗯 感觉好多了 哥 我刚煮了一些黑鱼汤 你趁热喝了吧 啊 黑鱼汤 哎呀 黑鱼汤很有营养的 对身体很补的哦 是啊是啊 小张 快喝吧 可是 我不吃黑鱼的 啊 张先生有一个怪癖 那就是 不吃黑鱼 这是藏在他心中 多年的秘密 其中的缘由 他从来没对别人说过 你不吃黑鱼 是为什么呀 是啊 黑鱼汤 对伤口复原很有帮助的 你为什么不吃呢 小张 你就多少喝点吧 张先生在大家不停的追问下 他才缓缓的倒出了事情的原味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我才十几岁 和大多数的乡下孩子一样 调皮得很 整天打打闹闹 满脑子搜主意 有一天 我看到村旁的小河里 有一大群黑乎乎的屋子 在缓缓蠕动 屋子 是我们当地农村 对黑鱼幼鱼的称呼 咦 那是什么 看起来好像蝌蚪耶 哎呀 是屋子啊 好大一群哦 是啊 怎么会有这么多呢 乡下的人都知道 在屋子群的下面 一定会有一条母黑鱼 那是母黑鱼带着幼鱼 出来觅食 屋子群下面肯定有一条大黑鱼 我抓给你看 你怎么知道下面有大黑鱼啊 这是黑鱼妈妈 带着屋子出来找东西吃 等一下 我就把它给钓上来 看我的 于是 我赶紧拿来自制的鱼竿 抓了只小青蛙 哈哈 太好了 有鱼饵了 我对着屋子群 放下还活着的青蛙 青蛙到了水里后 拼命地挣扎 那群屋子被吓得四处逃窜 哎呀 屋子都被吓跑了 没关系 只要黑鱼妈妈没走 它们就会再回来的 哦 过了一阵子 青蛙就不动了 而水底的那只黑鱼 并没有离去 该死的黑鱼竟然不上钩 我看这下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大黑鱼 一定有 你看我的 反复几次后 母黑鱼终于生气了 它一口咬住了鱼钩 哈哈 上钩了 黑鱼上钩了 快 快把它拉上来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将那只黑鱼拖到河边 来 我来帮你 哎呀 好大的黑鱼呀 但它却不停地挣扎 因此我无法将它牢牢抓住 真该死 都抓不住 不好 它想逃走 当时 我见那只黑鱼还想逃回到河里 于是便拿起一块石头狠狠地朝它的头砸去 哼 还想逃跑 没那么容易 哎呀 别打了 太残忍了 我看你现在还能往哪里跑 你看 它流了好多血呀 没关系 用水洗洗就好了 但令我感到意外的是 就在那只黑鱼接触到水面的瞬间 它竟然用力挣扎 从我的手里逃走了 而它的头还在流血 因此 在河里留下了一条弯弯的血痕 天呐 它还活着 这 这怎么可能呢 我都把它的头打烂了 它怎么还能有啊 然而 那只黑鱼 越游越慢 最后终于停了下来 它停下来的位置 正好是它刚才被吊起来的地方 你看 它不游了 是不是 已经死了 不 它还活着 那它怎么不动了呢 因为 那里是我们把它钓起来的地方 啊 嗯 失去妈妈的那群屋子 原本 原本像眉头苍蝇似的到处乱钻 但母黑鱼游回来后 它们便纷纷围了过来 越距 越距越多的屋子 在母黑鱼身边乱窜 它们看起来 是那样的慌乱 无助和恐惧 而那只母黑鱼 尾巴摆得越来越无力 缓缓地游了几下后 便肚子朝上浮出了水面 它 它这是怎么了 它死了 它死了 那只母黑鱼死后 成群的屋子并没有散开 而是围绕在妈妈的身边 不舍离去 母黑鱼的举动 深深地感动了我的心 从那时起 我就再也不吃黑鱼了 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是啊 后来我向我妈妈提起这件事 她告诉我 母黑鱼在自己的鱼卵尚未孵化时 是不会离开去觅食的 因为她怕自己的儿女 在她离开的时候 遭受天敌的攻击 所以 等到儿女们从卵变成屋子后 黑鱼妈妈的眼睛 也饿到快瞎了 啊 真是没想到啊 动物也有如此强烈感人的母 好爱 是啊 看来所有的生灵都是一样的 我们应该要彼此尊重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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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身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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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